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 河北副元帅大宁郡王普顾怀恩 被星云精李鲍玉洛凤仙等人 无险冒犯 在多次上昼辩解误果后 普顾怀恩决定出兵攻打太原 给星云精一个教训 大家好 今天咱们继续讲述中晚头风云 我是杨理慧 唐主李玉在颜仁清等人的圈内下 决定让郭子怀去河东 解决普顾怀恩的问题 但他的行动有些迟缓 原本可以化解的危机 却硬生生地被耽误了 普顾怀恩只是对星云精有怨恨 他也不想把事情闹大 只要能捉住星云精 不仅能解牢心头之恨 还有可能还自己清白 公元764年 广德二年 正月 他暗中联络了河东将领李杰成 想要偷偷地拿下星云精 但李杰成形势不密 被星云精发现了端倪 星云精大怒 杀了李杰成 并开始加固城防 普顾怀恩见暗得不行了 就决定明着赶 明火直上打太原 就等于正式的起兵造反 他不顾其他人的反对 下令让自己的儿子普顾羊带兵攻城 新云精也不示弱 初成和普顾羊应战 普顾羊不敌 大败 战败后的普顾羊掉头去攻打鱼刺 双方开打的消息传到长安 李玉连忙找来郭子怡商议对策 正月二十 李玉受郭子怡为关内河东副元帅 河中节度使 让他先前往河中 郭子怡再一次临危受命 正月二十九 李玉又受郭子怡为朔房节度使 二月初一 郭子怡来到河中 河中此时也不平静 正有一批士兵闹事难 但郭子怡一到 很快地就稳住了河中的局势 河东这边 普顾羊围攻鱼刺并不顺利 鱼刺守军见手不出 普顾羊一个月都拿不下来 他派使者到齐县 要求李光义紧急调兵给他 李光义立马让所有人出发 支援普顾羊 士兵们没有来得及吃饭 饿着肚子走路 行军速度自然很缓慢 等军队到达鱼刺 普顾怀恩训斥他们来晚了 齐县军的胡人士兵说 我们骑马迟到 是因为汉人士兵走得慢 普顾羊听了 举棍就打汉人士卒 士卒积怨 私下地说道 节度使偏袒胡人 当天傍晚 汉人将领白玉和娇辉 带着愤怒的汉人士兵 围杀了普顾羊 不忠作乱 让普顾羊也心慌了起来 他得知普顾羊生死后 把事情告诉了他的母亲 普顾羊的母亲 大声地褐色普顾羊 我曾告诫你 朝廷待你不薄 不要谋反 如今生变 大祸必然会殃及到我 该如何是好 普顾羊无言以对 对母亲拜了两拜后 退了出来 没想到 普顾羊的母亲 竟然拿着一把刀 冲了出来 喊道 我今天要为活杀了你这叛贼 挖出你的心 一些三军将士 普顾羊自然不会和他母亲动手 但也不会傻乎乎的站着背卡 只能快走几步 仓房逃跑 普顾羊被杀 普顾羊担心愚痴乱军 会连他一起杀 就不敢继续待在分舟 他决定先推到05 再重当记忆 硕防军之前因为要打仗 才一直在洛阳河北河东一带活动 其实本阵应该是05 所以他给守在硕防的浑士织 发了一道西纹 说自己要带着全军回阵塑防 新闻发后 他仅仅只带着300骑兵 就匆匆地度过黄河 奔向05 连自己的母亲也抛弃了 更不要说为蒲古阳收尸 文史之接到蒲古阳的新闻后 对他的外甥张绍说道 不对 一定是军队前线战败 溃逃了回来 于是他决定拒绝接纳 不顾奎恩 张绍劝说道 或许是他幡然悔悟 所以才率众归阵 咱们怎能不接纳呢 他这一句话 混淆了浑士织的判断 让浑士织犹豫了起来 没多久 蒲古阳恩就到了05 其实河东距离05挺远的 但浑古阳恩担心夜长梦多 所以这一次他走得特别快 浑士织举其不定 但见浑古阳恩已经到了 就开声接纳了浑古阳恩 等浑古阳恩安顿好后 张绍偷偷地跑到浑古阳恩这边 把之前浑士织想要拒绝浑古阳恩的想法 告诉了他 浑古阳恩大怒 以张绍为内应 直接杀了浑士织 让张绍接管了浑士织的不忠 浑古阳恩并不信任这个张绍 他觉得张绍连自己的舅舅都背叛 那以后肯定也会背叛他 没过几天 浑古阳恩找借口 打断了张绍的小腿 把他扔在一旁 让他自成自灭 朔方杜于侯张维越 之前奉命驻扎在庆州 他听闻浑古阳恩回05去了 自己亲自来到分州 安抚留在分州的将士 并杀掉了白玉和娇辉 把他们的功劳占为己有 然后派人禀名郭子仪 郭子仪派卢亮去分州 查明详情 卢亮来到分州 张维越贿赂他 让他坐实自己的功劳 于是 郭子仪把蒲古阳的手机 传到朝廷 并上咒说是张维越杀的蒲古阳 群臣上表祝贺 但礼遇却表现得十分不快 他说道 朕未能信任好人 只是功勋遭受猜疑 深感惭愧 又有什么可值得庆贺的 李玉藏人把蒲古阳的母亲 接到京城 好生优待 一个月后 蒲古阳的母亲死在了京城 李玉又为她 风光大仗 二月初时 郭子仪来到分州 蒲古阳恩的旧部 喜极而弃 纷纷向郭子仪表达着 自己的激动的心情 郭子仪既高兴又悲伤 高兴的是 他又见到了说房的将士们 悲伤的是 如果他能早点到来 也许悲剧就不会发生 蒲古阳恩到了05后 搜罗走上的士兵 加上05本地的兵马 逐渐的又壮大了起来 李玉心中 一直没有把蒲古阳 当叛臣来看 他的本心 还是想把蒲古阳 争取过来 所以这段时间 就算蒲古阳 不断地壮大 他并没有派人 去攻打蒲古阳 反而 他在六月时期 还给蒲古阳 下了一道 虎威赵书 赵书上说道 卿为江山设计 立由大功 但因小人挑唆 以至于清 怨愤惊惧 朕素之清 本无一心 朕与清的君臣之意 情识如初 然则河北已定 诸将自当竭尽忠诚 朔方三军 朕已别有安排 顾念于此 爱卿不易继续担任 河北副元帅 朔方节度时等职 但依然为镇之中书令 太保 大宁郡王 望爱卿 误赴游宜 即刻来京 觐见 大家仔细看一下 赵书的内容 一来 李玉肯定了他的功劳 也认同他的起兵 是被逼的 二来 却还是免去了 他的副元帅 和朔方节度时的职务 这里面的内涵 还是挺丰富的 这道照书是六月份下的 距离朴古凯恩第一次上咒 说星云经诬陷他 已经过去了一年 李玉迟迟不表态 才是朴古凯恩造反的最主要原因 那为啥李玉不及时表态呢 后世很多人分析 李玉就是要借这个事件 来削弱朴古凯恩的职权 如果他真心原谅朴古凯恩 那为啥要免去 他最重要的两个职务呢 为啥不能像后来 包容郭子怡一样 无条件的包容朴古凯恩呢 大家觉得 李玉是故意逼朴古凯恩的吗 咱们弹幕或评论区见 朴古凯恩接到李玉的造书 对李玉既拉又打的态度 琢磨不透 那他哪敢贸然入京 既然已经造了反 那就要一条道走下去 朴古凯恩有一个天然优势 就是他和回河的关系特别好 回河之间在河东 也对星云京颇为不满 如果不是朴古凯恩拦着 当时回河就会围攻太原 现在和朴古凯恩联合在一起 那是很自然的事情 另外 土伯军这段时间就盘踞在青城一带 时不时地捎捞一下内地 那他自然也是朴古凯恩拉拢的对象 8月 朴古凯恩回河和吐蕃 三路共计十万大军向长安攻来 消息传到长安 李玉大惊 连忙下诏 让刚从河中回来的郭子怡带兵抵御 在郭子怡出发前 李玉询问他对策 郭子怡回答道 以臣所见 朴古凯恩不会有所作为 李玉盲问为何 郭子怡继续说道 朴古凯恩虽然勇猛 但对部下少恩寡义 军士们并不是真心归附于他 他们之所以进犯京师 想来是因为思念故土而已 朴古凯恩是我的部下 那他的部下也都是我的部下 他们一定不忍和我刀兵向下 因此 朴古凯恩必然不会有所作为 李玉听后顿时放心了不少 8月16 郭子怡带到大军 出镇奉天 9月20 郭子怡探知联军 即将抵达宾州 他派自己的儿子郭熙 带兵万人前往支援宾州 9月25 联军前锋抵达一路 郭子怡让右兵马使李国神 带兵去支援郭熙 但还没等他们到达地点 宾宁节度使白孝德 就在一路打败了来犯的联军先锋 10月 联军主力来到宾州 白孝德 郭熙 巨城坚守 联军攻攻下宾州 就绕过宾州 直接来攻打凤田 消息传到凤田 朱将纷纷请战 郭子怡不同意 他对朱将说 敌军深入内地 宿战对他们有利 我军应该坚守 他们认为我们胆怯了 戒备必然会有所松懈 到那时可轻易击破 假如仓促迎战 一旦失利 必然军心涣散 谁再敢请战 定战不设 过了几天 郭子怡见时机成熟 他故意迈出破绽 让联军以为他防备不足 引诱联军深入 10月初七 一夜 郭子怡在乾陵南 布置大镇 等待联军 乾陵就是唐高宗理智的灵情 果然天还没亮 联军就蜂拥而至 正在联军以为 可以大破唐军之时 突然发现周围到处都是唐军 联军立马意识到 重了埋伏 赶紧后撤 郭子怡派部将李怀光 带兵五千追击联军 一直追到永寿县西北的马亭 才停了下来 联军撤退到宾州休整 10月13 联军再次攻打宾州 但还是没有成功 到了此时 联军算是明白 这一轮进攻 估计再难有所收获 于是 10月21 联军度过净水 向西撤退 普普海恩第一次南下 以失败告终 吐伯这次和普普海恩联军 在东县没有取得什么大的战果 但却在西县有意外的收获 河西截度使杨知烈 得知普普海恩带着灰河和土国兵 去攻打长安 对监军博文达说道 河西精锐竟在此处 你带着他们趁灵武空虚 去攻打灵武 到时普普海恩必然要回援 此乃救援金师一大奇谋也 于是 博文达率河西精锐万余人 前往灵武 河西军进展很顺利 一路连下树城 抵达宾州城下 普普海恩听闻有人偷家 连忙回援 他让土博和土玉魂派两千骑兵 连夜赶到领武突袭博文达 博文达不敌大败 士族损失过半 他带着残兵返回了梁州 杨知烈出城迎接博文达 安慰道 你此行有安定精师的功劳 死一些士兵又有何妨 这句话已出 虽然安慰了博文达 但也把军事得罪了个便 后来 土博军围攻梁州 原本作为河西中阵的梁州 本应一手难攻 但让土博军意外的是 梁州好像没怎么抵抗 就被攻陷了 杨知烈逃往甘州 走在路上被沙托人所杀 沙托人姓朱野 因为他们世代居住在沙托旗 因此被称为沙托人 梁州沦陷 从此西域就在地域上 和唐朝内地分割开了 加上此时唐廷 自顾尚显不足 哪有精力再顾西域 西域进入了长达数十年 和吐蕃抗争的时期 普顾海恩费了这么大劲 没有取得预期效果 心中不甘 撤回到05的他 开始盘算着下一次行动 那他接下来有什么行动呢 咱们下一讲继续分解 看到这里的朋友们 千万不要忘记点赞 还没有订阅关注的 一定要订阅关注啊 谢谢大家 我是杨立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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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